廖先生這個問題 他要問歐漆歐漆的番茄 他說鄉民呢 他的葉面呢 會有一些縮起來的現象 而且有斑點 這是什麼樣的白鴨 我們現在 如果是說在這個葉子館上 尤其在這個葉園 葉園的地方 怎麼像紅葉紅葉 年老年稍微 葉園已經會稍微 因為這個 越大粒的這種 譬如說有棋子或黑棋子 尤其我們現在種的這個黑棋子 這種德索 應該都不是傳統的一種 因為傳統一種實在是太難剔倒 所以基本上我們可能很快去種到 這種黑棋子 301的這種 傳統品種可能比較少 所以他有時候就是說 在這個香味 香味這個地方 若是稍微收起來 稍微收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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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應該 在這家家 我們都會稍微 來給他 提醒到我們所有的 好朋友 他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 是一種的 灰媒 不是灰媒 就是這個 萬一病 這一般通常 我們都是這樣 來給他 因為灰媒 你會看到一個 比較三角的 一種病斑 但是他的困境就比較不少 如果是萬一 通常在困境的這個地方 就容易 超大超大 有時候 困難的 我們紅的紅的 淡蝌色的 這種 板點 所以有時候 我們看到 通常這兩項 要稍微給他注意一下 就是說 在這陣子 應該會去找到 多數都是 如果是萬一病 就是這個灰媒 這個機率很大 要他完全判斷 這有時候 也真的 強人所難 老實說 通常我們都會看到 就骨蝌蝌 所以我們會看到 這個蝌骨這樣 不過就是說 平板都是 只有蝌尖 都在蝌尖 尖尖 有一個三角三角 你如果是可以 很明顯去看到 這個 可能我們可以 直接去斷定說 這應該是這個蝌蝌 但是幾乎很難 所以最好是 做蝌蝌 幫他做風蝌 這種的一個板點 這個應該是這個 如果沒有什麼意外 應該是這個萬一病 因為蝌蝌蝌 蝌下難以為 蝸蝓蝌這個 這種的一種的革命 一直接下去 就滔滔 萬一病的 哪有什麼 紅 President 我们说有一点核瘦的这种情形 较容易産生这种的白斑 所以可能在这部分要稍注意一下 在冷湿 尤其冷又湿的天气里面 就两种问题 通常就是软异病 不然就是灰霉 小心注意一下 大概在这方面的处理 你要针对这个方向来做 有的说感的细菌性斑点病 这个细菌性斑点病 在处温的时候不太容易 就是说它软异病不是买 但是没什么不太容易 不太容易有 一般来说都在差不多 在这个热的时候会比较严重 热的时候会比较严重 但是不是说买 它只要到一定的一个湿度的时候 通常软异病 只是说它通常要温度更高 会比较明显 不然是没说很软异 所以在冷湿 我们在说的这个冷 就是在20度以下 就是说在20度以下这种 最近20度这种 湿度85%以上 这大概就很容易 到这种病害 这让你稍微知道一下 这个简单的处理一下 应该如果没有很严重 这很快就动得掉 但是你若是给它 继续发展下去 这个问题很大 所以要稍微注意一下 嗯 嗯 收起后 露出新月 露出风修 露出浪民的笑容 FM99.5 新浪公布电台 背叛你一春 夏 秋 冬 感受这个 温宜的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